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引起韩国网友们公愤的牧师母女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5月,这对牧师母女来吃了口肉之后 因为隔壁作为做了老人们而感到不愉快 就对烤肉店老板夫妻说脏话要求退款 不退款的话就用违反防疫法举报等威胁 甚至还真的举报的事件 不记得吗? 5月25号,烤肉店老板在网上发文表示 因为很多人好奇,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是和解还是怎样了 之前也说过,我们不会和解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惩罚他们 今天我在法庭看到了鳄鱼的眼泪 他们说会反省 但是他们提告了很多网友们 甚至也提告了我们俩夫妻 到底是在反省什么? 根据媒体报道,昨天在韩国法院 牧师母女的母亲A莫哭着对法官表示 我可以接受严厉的惩罚 但是我的女儿还很年轻 希望能原谅她一次 而女儿B莫也是哭着对法官表示 因为这个事件压力太大 从扬州搬到了人川 最近在Y送APP给一颗信的评价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因为被引起话题 就被暴斗成耍大牌 实在是很冤枉 在法官面前也耍大牌试试啊 肮脏的家伙们只会在强者面前流泪 这女儿还是没有清醒 Y送APP给一颗信评价 跟你们说脏话耍流氓威胁一样吗 脑子笨得连比喻都这么奇怪 恶心的逻辑 真的想揍她一顿 还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看来是根本就没有反省 不是还没有联络口罗店老板和解吗 那就接受惩罚吧 对于牧师母女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Aespa Winter 在参加韩国汉阳大学 庆典时候的双马尾发型 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称赞 Winter一做双马尾反应就会爆炸 又漂亮又可爱 我个人觉得是目前为止看到的当中 最漂亮的Winter 真的是天生爱独的感觉 Aespa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大学庆典吗 疫情时出道的 应该没有几个人看过真人 反应应该非常好吧 K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hiny琼亨的小学生粉丝 一位Shiny的上半组粉丝 在二手网站与Shiny小学生粉丝的交易过程 感动了很多网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组粉丝发的贴文 因为对方的倪称是小学生 所以非常好奇 是不是真的是小学生 是怎么喜欢上琼亨的 玩入坑的我 一直以来收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我感觉很幸福 而这次的交易 是将这种幸福传递出去 看完他的留言后 我真的快要流泪了 我们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Shower就是一家人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交易过程 一位小学生在二手网站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想要购买这张专辑 因为是学生 希望价钱是在一万到两万之间 除了专辑之外 其他周边也希望能看一下 对了 我只能面对面交易 因为手机没有流量 所以交易当天无法劝人短信 而因为零用钱不多 所以先发文 如果联络我的话 我会在收零用钱的时候 联络您的 在看到这个贴文后 下一页上班族粉丝就联络了这位小学生 您好 请问真的是小学生吗 您好 我是小学生 如果是因为小学生而让你担心的话 我一定会很有礼貌的行动的 如果有这个专辑的话 我真的想要买 不是 我只是好奇 小学生怎么会喜欢上重圆的 我可以问一下年龄吗 然后 Pore Artist专辑 如果还没拿到的话 我想要免费送你 Pore Artist 是重圆的第二张 也是生前最后一张个人专辑 啊 原来是那个意思 我今年13岁 其实是因为不太好的事情 认识了穷雅 之后就对穷雅非常有关系 结果就入坑了 但是说要免费送我 我真的非常感谢 但是感觉真的很不好意思 15000可以吗 不会 我真的是想要送你才联络的 我是上班族 所以凭了7点以后 周末都可以 告诉我你在的位置附近 我会去的 如果面对面不方便 就留地址给我 我会寄给你的 真的不需要感到不好意思 因为喜欢穷雅的那颗心 太温暖 太漂亮 所以真的想要送你 啊 真的谢谢你 在交易结束后 小学生粉丝留下了交易评价 真的很谢谢 给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送了这么珍贵的专辑 还有周边商品 面对面交易时间 总共不到10秒 短暂的时间 真的很幸福了 因为太紧张 只是一直说了谢谢 真的很抱歉 不知道该怎么报恩 我会长久长久喜欢 夏威尼的 真的很谢谢 夏威尔最棒 为什么会想要流泪呢 谢谢两个人 就像穷雅一直以来一样 到现在也一直会给大家很好的影响力 小学生粉丝很棒 上半组粉丝也很温暖 希望小朋友能长久快乐的追信 重渊你看到了吗 什么样的歌手 就会有什么样的粉丝 希望下一年五个人 能继续传播这么好的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